张磊1979年4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杨犬市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节目主持人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一主持专业 2006年参加了中国中央电视台挑战主持人大赛 从一万多名选手中获得了第一名 张磊先后主持了欢乐英雄欢乐中国行等节目 张磊容貌端庄秀丽主持风格亲切大方 思维清晰敏捷低调无绯闻 更不会做低级无聊的炒作 张磊曾经一度被认为央视一届周涛的接班人 其简洁大方的主持风格和甜美可人的外表被意味央视新日女主播第一人 不过她在2013年退出央视嫁给了一位50多岁的富豪 因此让人十分的意外 张磊的丈夫名叫王岐才 打张磊将近20岁 是沃源集团董事长 主要从事铁黄生意 身价不菲 婚后时隔一年后 张磊复出 回归来央视 再任综艺盛典主持人 从张磊的生活尽找 可以看出 39岁的她 依旧漂亮迷人 生活中依然透出一股大气